下一个问题是,我有点鬼眼通,在经过回家的某一段路时,总是有小鬼过来帮我推车,听说这样不大好,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做,谢谢台长 大家听到了吗?又有一个神通的,但是神通的一般都是鬼眼通 鬼眼通是什么呢?有鬼在他身上,他什么都能看得见,什么都能知道 这叫鬼眼通,所以呢,这个人呢,实际上他跟鬼的缘分很深 他说他每天到了这个地方啊,总有小鬼来帮他忙,说明呢,他过去可能是个大鬼 或者他陷在身上,附在他身上的那个是大鬼 明白了吧?所以呢,实际上叫他不要跟他们联系太多 如果联系太多的话呢,也会惹麻烦 因为小鬼叫请神容易送神难,请小鬼容易送小鬼难啊 所以有时候通过小鬼办些事情的话,你会很累的 他老缠住你,所以你就会对精神病啊,忧郁症啊 这些嘴巴里会讲话啊,你们知道吗?台长想起了个事情告诉你们 真的事情啊,你知道有一个人经常跟他生下的灵性讲话啊 而且他讲话呢,他现在念小房子了,他经常有一个不好的毛病,他不卖账啊 他嘴巴里经常说,哎,我给了你这么多张的,你怎么还要啊? 你怎么老缠着我啊,怎么怎么讲半天,你知道讲到最后什么样子啊? 讲到最后啊,那个鬼啊,叫他口嘴巴里吐出粪便 厉害了啊,真的 告诉你们,你们没有看见听过的事情太多了 你们还没有听过去,还没听到过月球上天呢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存在的 就像你们现在看不见菩萨,台长看得见一样 那么你们有些人就为什么就知道空气当中有细菌啊? 对不对啊,道理是一样,你也看不见了 好,还有吗? 谢谢台长的开示 谢谢台长的开示